不可能 對 不可能 你標高八個月 你標高八個月 那個影片我也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 不過從那個 旁邊我做的是岩若芳 那我跟岩若芳非常久沒有見過 所以可以斷定那是 應該有一段時間的影片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影片裡面 很明顯的是一個 黨部活動的餐廢 所以我是硬邀參加 不過一般來講這種黨部的活動 我都會去打個招呼 大概很快 吃個兩道菜 然後我就離開 所以那個黨部的這個活動 應該就是一個黨部的活動 我一再的強調 我認識趙文寬先生 那再來趙映光 我從來沒有說我不認識趙映光 所以不要把我沒講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巴裡以後 然後做不正當連結 那我是不認識趙介佑 我們內閣這麼多的部長 他的孩子是誰 我認識嗎 我也不認識 所以硬要把這種東西做不正當連結 來做抹黑的動作 我認識 那個被砸就是蟑螂那個店家 我出來澄清說他們沒有建債 這個我想就讓我們警政署 跟台北市警察局做相關的調查 然後呢 再把整個狀況來跟我們民眾做一個報告 這個在我一個法律人來看 這至少有恐嚇 妨礙他人行使自由 甚至還有組織犯罪的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警察局都會做相關的蒐證以後 也會依法辦理 然後移送檢犯來偵查來偵辦 這個署長要求局長交手機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是看到新聞稿以後 怎麼會署長要求局長交手機 所以我也有打電話問一下署長說 你怎麼叫他交手機 那署長有跟我解釋他的好意 那署長有跟民眾的警察局長交手機 現在好像被批評說有點太越前 剛才的司長都說他當時不幫您做了這樣的決定 那署長有跟民眾的說法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說法呢 就是你不應該叫做民眾的警察局長交手機 不可以評了 交手機 那不 about